魔女精色 英国祭祀集 家庭问题 系列 菩萨屡次到梦中提醒灾结 全家夜消福至 以下为一位师姐自述 来文照灯 八月初时 某日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二条大蟒蛇在我身边 我拿起身边的刀子将其头砍下来 梦醒之后我很害怕 怎么会梦见蛇呢 隔了几日之后我又做了个梦 梦见一大片田地 田里面长满了大白菜 一片绿油油的 而我仍还可以在大白菜上面翻滚 隔天又做梦了 这个梦把我给惊醒 梦见我出外返家 一到家门口可把我吓坏了 火灾把我家前半段的房子都烧掉 还烧成了灰烬 这可不得了啊 我只有这栋房子 要是烧毁了 这下可如何是好 一大家子要住哪啊 周日时得赶快请示是否菩萨来示警 提早告知将有火灾之结束 周日请示时 请示 一梦中杀死二条大蟒蛇是何意 开示 你们家业账消得差不多 夜消福祉 二 梦见住家房屋遭注荣之灾 是何意 开示 家运即将兴盛 家运兴盛这几个字我足足等了五年 人生踢到铁板遇到挫折 终于相信人生不是你多努力奋斗就可成功 有太多的考验与无奈等着你 回想二年前认识经社时 得知了人生不顺利是因为业障的关系 我们选择相信因果 相信菩萨的开示 更相信佛法能够改变人生的命运 且很认真积极地消业障 所以业障来得很快 这二年来我们全家人送完了 金刚经 药师经 及地藏经各五千遍以上的经文 消了大大小小约四十几件的业障 目前朝经文各六千遍的数量努力中 阿伯常笑称我们家是诵经团 也因为积极消业障 所以菩萨常来梦中 提醒家人 何时会有结束让我们提早化解 自将其中较特别的几条业障 和大家分享 1. 车官 台湾的交通是世界有名的乱 很多人不守交通规则 所以每天都有很多交通事故 去年9月时 菩萨来小孩梦中示警 告诉他家中某人有车祸 但是孩子警觉性不够 没有跟我提及梦见家人发生车祸这件事 菩萨很慈悲 知道我们没有去寝室 隔月又让孩子同样场景再梦一次 这次孩子很紧张跟我说 梦见家人发生很严重车祸 一寝室果然是车官 需送经文各七十二变化解 一个月后完成回向 而小孩也在十二月时平安度过此关卡 2. 地藏王菩萨 曾经带着孩子的业主菩萨来梦中告知 说身边有跟着一个小男孩 一寝室是业障 过去是拿石头把人打成重伤致死 须送经文各六十二变解冤事节 3. 女儿连续梦见二次自己身边发生火灾 第一次是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商店街 商店街突然着火了 女儿在梦中大喊是火了 是火了 梦醒后 她就忘记了 隔一周她又梦见在一个演艺厅 演艺厅突然着火了 梦醒后她才警觉不对劲 怎会连续二次梦见火灾呢 会不会自己有火灾的劫难 请示菩萨后 果然是有灾难 菩萨提前示警要我们去请示 并希望小孩最近不要去外面聚餐吃饭 且需送经文各六十八变 化解此结束 一个月后发生了八仙城报的意外 看见电视中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 惊慌失措的尖叫声 犹如身处火山地狱中的景象 那些受伤的人又将如何面对漫长的附件之路 此时我想起了女儿的那个梦 如果菩萨没有来示警 如果没有因果债功德还 女儿的人生又会变得如何 我也明白了要有福报的人 才能接触佛法 佛陀的教育是真正能让人离苦得乐 千金难买早知道 此时我终于体会到 人生中很多的意外其实是业障来讨报 透过谋尼经社请示佛菩萨 可以和冤亲债主解冤事结 感谢佛菩萨一次次的来梦中示警 提醒我们将有意外结束 透过因果债功德还 移除人生道路上不顺利的障碍 感谢佛菩萨一次次的来梦中示警 提醒我们将有意外结束 透过因果债功德还 将意外伤害降低 让人生更加的圆满 自述结束 每人在人生里追求的东西不同 许多人以事业为主 也有许多人以家庭为主 家庭要和乐 并不是只有优渥物质生活 还得考量各个层面 由于每人过去的业障 因缘不同 虽出生在同一家庭 但个人还是会受到过去的业力牵引 如同上述师姐提到佛菩萨多次示现 家人可能遭遇的灾结 这些都是过去式的业障 假设您今日有美满的家庭生活 若突然遭逢这样的劫难 想必会造成遗憾 但要能让佛菩萨示现 也必须要能够为众生付出 才能得到此感应 师姐从一开始的请示者 到现在当了经社的义工 除了利用假日到经社服务人群外 平时也有其他经社业务 相当认真 为众生的付出 一点一滴都不会白费 这些佛菩萨看在眼中 所以屡屡协助师姐一家度过难关 而师姐一家也相当认真 虚心面对业障 诚实念佛诵经 快速的消融业障 造成家庭问题的因子都消除了 家庭当然越来越美满 若您目前没有自己的度重工作 请您去找寻 您可写写分享故事或是发发善书 或透过社群网站分享因果案例故事 这些都是举手至劳 但却能让沉沦苦海的人们找到一丝光明 也建议您务必遵照佛菩萨开始 诚实面对过去 确实处理业障 诵经念佛并不难 每天固定定课 花时间就能解决让您苦恼的问题 何乐而不为 人的一生 有大多数的时间在家庭生活中 想要让这个区块圆满 上述文章已经告知方法 请您效法 并请多多分享 让更多人都能受益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京社异工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张华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